剛才講了系的雷晶 然後大家可以想想 剛剛有講過 系晶圓的拉筋過程中 從前面講過 拉出來晶圓本身就已經有摻障 那雷晶的話怎麼辦呢 根據需求 現在的雷晶的過程中 也要有摻障 所以基本上形成的累经层呢 通常也不会是希望是纯的性能 通常也会是希望有掺杂进去 变成一个N型的累经层 或是P型的累经层 而刚刚讲过 根据累经的机制 我累经层主要掺杂的东西 可以跟下层不一样没有关系 可以不一样 可以累经不同的掺杂物进去 只是说在累经的过程中要用什么呢 我们要累经的是细致的材料 所以我使用的是silent 或是达州材料 或是那个triple of silent 但是我的掺杂物要用什么呢 如果今天各位要掺杂的是五族元素 五族元素的掺杂物有两个你可以选 一个是阿斯林 那你就选择ansh3 一个如果是perspirus 那就是用pdh3 一样等于是什么呢 你在通气体的时候 你除了通气带链之外 你这个ash3或是pdh3 叫平时充进去 只是流量的比例 气体比较抓了 因为它会有浓度的差异 这种就是掺杂物的regressor 掺杂物的气体 掺杂物的气体 流量如果越多 那你掺杂物的气体就会越弄了 所以要控制这个气体流量 来控制这个累经层的掺杂物 所以它会吸出这个 然后进入到你 在成绩吸额之后 它就会吸额做间接 然后就会产生掺杂的累经层 那如果你要掺杂那个三族元素 变成p type半导米 就是pdh6 用pdh6 就可以掺杂 boreal进去 就可以掺杂boreal进去 所以在累经的过程中 你除了sci-lent之外 你也会使用掺杂物的气体 同时冲进去高温枪的里面 让它吸入到行政菌表面 然后产生裂解 形成你的肤材物要留下来 然后再产生间接 所以整个累经的过程 它分为什么呢 气体分子 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气体分子通进腔底之后 它先破散到气温表面 然后吸附在气温表面 然后在高温的涅解 分解后 气体的故产物吸出 然后固态的故产物 留在气温表面 去跟气体的间接 产生化学团阴 间接在一起 产生化学团阴 附着在表面 然后跟其他原子产生化学键 所以一般会化学团队的卡路鲁 你的 呆波彩类进来 SH3进来 一起都吸出它表面 那表面的高温呢 会形成气态HCL 气态H2吸出 那流下它是流下地痕 那这个这两个原子呢 在高温的时候 会在表面移动 移动 去寻找能量最低的位置 产生间接 停留下来 这样子 就一层一层一层 雷晶上去 而且都是单一晶下来 单晶的结构 就这样子 是这样 但你以为雷晶真的这么简单吗 其实雷晶的制程是非常不好掌握的 为什么呢 你会看到 雷晶的化学团队呢 可以分为两个区间 这两个区间是什么意思呢 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 是怎样呢 温度比较低就代表什么 我们刚讲过整个雷晶的过程是什么 气泥通进腔里之后 要破散到表面吸附 吸附在表面之后呢 才会裂解然后再产生化学反应新生 见解变成薄膜 所以整个过程中就分为什么呢 气泥扩散要吸附到表面 表面接受到这个分子之后呢 在发生裂解产生化学反应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 化学反应比较慢 代表什么呢 后面的气泥分子已经跑到表面了 而我原来是在表面气泥分子 还没有反应完 那就变成怎样呢 你气泥来的又多也没有用 你要等我表面反应完了 才在反应后学情 这就叫做表面反应区间 可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呢 表面反应得很快 你来了之后我就吃药油了 你第二个还没来 我就从那边等你了 所以变成我的薄膜的 伸展速度就是由你气泥油压去控制了 因为我温度够够 表面反应都快了 变成你早一来我马上反应 叫他看医生 但是我医生看病看得慢 后面的病人累积了一堆都还没有看病 看病就是化学反应 而我温度低高 我看病的速度很快 你来自没有人看完 我门口永远没有再挂号的病人 因为我都反应完了 叫人子下一个病名不还挂号 就是这样子 就分这两个区间 但这两个区间各有有缺点 基本上如果操作在一个区间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当你温度很高的时候 会发生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就是什么 照理说我气泥分子进来之后 我要先过在那静人表面 吸附住 再发生化学反应 这样大家才可以 呈形成过在那步骤在静人表面 可是如果你的温度太高 使得气泥进来 我还没吸到静人表面 我在空气中就 就有裂解了 那就产生了一些固态游泥在空气中表面 那就会形成很多的微粒 那就会变成忽然物了 它就反而无视 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 在表面形成见解 不能无漠 它在空气中可能就成了反应 被空气中的落末 就算掉到你的静人表面 它也会跟你的静人表面 产生很好的见解 那就变成忽然 那如果在低温的支撑呢 我的温度低到什么呢 我产生涅解了 可是我的静人表面温度不够高到 让它可以去找到好的人 好的见解见解了 我跟跑到一半我热能不够了 我遇到跟不好的见解的时候 不好的见解就在这 我没有足够的热能让它 在我旁边跑去跟 这样好的见解在一起了 因为这些气体分成到静人表面之后 它还是需要能量让它去移动 去找能量最低点好的见解去产生 把你形成通过见解 可是如果你的温度太低 你就没有办法形成好的单天见解 所以温度低的时候呢 它沉寂出来会变成多精细 但是它就有反应很多是多精细 如果在五八五十度以下 可能会变成低精细 你还是会自己可能不过成绩 但是它不会是排序很好的 身边见解的 因为你的温度不够 热能不够 让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找对象 好好的见解 所以温度低就变成低精 再来是多精 再来才会变成单精 而太高又反应的太快 这就来了 反应太快又很好 反应它除了在空气中成合之外 我就算到表面 我反应它代表什么呢 万一我来不及 跑到对的位置 我就马上反应完 我就停在那里 这辈子我马上停在有缺点地方 就剪辑住了 我反应发生完了 因为温度够高 我就随便将就 我不需要慢慢的等去找出对的人 所以 控制车控制哪里很重要 所以累经是一个 跟自成条件环境 被长病干的过程 这些课很多都会听到 所以在累经的过程中 太快跟太慢 都可能会产生缺陷 比如说温度太高 不要变成了 不辣 变成了一个唯一在这里 那后面的累经 就很不好累经了 诸如此累 累经程中还是有缺陷 所以累经要好好的累 慢慢的 你太快的累不好 太慢到无法累成难经 也不好 所以这个很靠基础 很靠基础 所以一早上我的清源 可以卖比较贵 清源 要大家知道 比像制造商 买清源 清源是有分等级的 就跟牛肉有分A5和牛 A1 A5跟不入牛的差别 买清源跟买牛肉是一样的 它有分等级 有分补味 有分乐眼 还是悲逆 还是悲逆 这部分都会讲一下 就像大家在讲 一根金柱 大家讲过 一根金柱生产出来 我们前面讲过 金柱本身有参杂的 这根金柱 拉完的时候 就会发生 请问 我们就讲参杂物好了 最均匀的地方会是哪里 你应该会在中间 最表面的地方 最尾巴的地方 最均匀的地方 那个参杂物的浓度 可能偏浓 或可能偏淡 不一定 可是中间的 会是最均匀的 所以呢 先不要讲这个七零角 七零一切来 可能不要 整个清源呢 从根柜的组织的 瑞组参杂物的浓度 参杂物的浓度变化量 瑞组会不一样 这边的组织变化可能比较大 你中间的组织变化可能比较大 你中间的组织变化比较少 代表中间的机缘切出来 片跟片之间的稳的 参杂物的稳定度很高 头偶比较低 所以 这两侧卖的就比较低 这边卖的就可以 比较贵 比较贵 好 再来 在切的过程中 你可以确保每一片都切得很便宜吗 有些片在切的时候 可能挖了一点点 这就要卖得便宜一点 哇 切得很漂亮就会卖得比较贵 所以当waper 晶圆切完 最后活完之后 它会去测量 比如说它的参杂物浓度的均匀 就是电阻值 电阻值的变化量 表面平整度 弯曲度 缺陷密度 表面的颗粒什么 就可以把它区分成 它可能是 dami waper 或是test waper 或是prime waper 再一次test 再就是 d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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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当垃圾一样的看待它 就比较低的 所以晶圆本身也有分 加强 也有分部位 不同部位 加强也是不一样的 讲到这大约就爆了 这一章节所有的重点都讲完了 知道这些重点之后 它课文上面讲的很多其他的 眼神的知识 各位应该看得懂 了解问题之后 去看它讲的其他部分就看得懂 比如说 在半导里面 最常使用的气体 是氮气 因为氮气王是用来吹 所以就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表面怕有脏东西附着 你都会慢着去吹 那为什么是用氮气 而不是用其他的气体 那因为氮气 首先氮气 低了含量比较多 第二个它比较安全 因为比如说氢气 氢气是会燃烧的 氢气是会爆炸 就好像做热气球 做那种气球会飘冷 早期用氢气 可是氢气用不好会爆炸 所以后来会改用氦气 氦气是多氢气 氮气 氮气要贵 因为比较少 氮气是很便宜 而且化学国情又低 比较不会发生态力 但效果发生态力 可以高了七八百度 甚至到一千度以上 它就有机温跟氢气 所以氮气是最常用来 清除基因表面有各种困难 因为它稳定 充足大气中的车发 不是在的氮气 只要有温度 至少温度不要超过一千度 它都是稳定的 那累积的趋势呢 慢慢会超加低压 我也要累积更好的 我温度不敢太高 可是温度长得不高 又怕它长得太慢 或累积的不好 那硬化的做法是什么呢 降低腔的压力 腔的压力一低 它反应速度就会比较慢 所以在同样的温度之下 在同样你还是可以把它高温 但是它的速度就会 因为气压力而慢下来 它就可以去好好的间接它 所以在高温的情况下 你温度不好控制 那你不如就维持高温 但是把气压降低 气压降低来减缓它的升降速度 它就可以间接得比较好 所以现在都使用高真空的枪体 来做累积 都使用低压的枪体去做累积 那它一个累积叫做选择性累积 什么叫选择性累积 今天如果我要累积系 可是呢 我只是想在特定的地方累积系 不是整面的人都要累积 有什么做法呢 就像这样子 我这个系基板上面有二氧化系 被二氧化系折除的地方 当我偷塞累进来 系完进来 要做累积的时候 系它只会去找系 去产生间接 累积出同样经格长处 经格排列的系 所以在二氧化系上面 就不会累积到 所以绝缘成二氧化系 是一个很好用 用来做差异化的一个活摩 我在做累积的时候 我是整片基板下去 可是整片基板下去呢 这里是二氧化系 只有这里会漏出系 而累积的时候呢 系人只会去找系人 像系人去做累积 所以它只会在这个地方做累积 这个累积 这个累积都选择性累积 代表什么呢 它会选择底部的材料 底部的材料 只要不是系人 是二氧化系人 它就不会累积 因为二氧化系的经格长处不大 系的经格长处 才复合系人去做建议 它的化系才能较弱 未能再来再累积 而这种选择性的累积呢 在40Nm的时候 会疯狂的适用 使用什么呢 硬直材料的累积 对于先进半章的元件 PEMOSPEC 它的STORE STREAK 会该使用 C10-JOMANI的材料 它是怎么做呢 它是一家系的基板 这个地方呢 使用单式石刻加四式石刻 挖出STORE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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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累积 而它累积的材料 不是纯的细喔 是细根者 它同时通用细根者的前驱物 就是细根者的原材料 细根者相关的化学型进来 然后呢 累积出细者合金 这个细者合金 都会沿着STORE的金额方向 累积上来 但是要知道 细者合金 JOMANI的是一个相比 碳系者是千 者的原子序比自己很大 代表什么呢 你可以想像它的原子颗粒 原子比较大颗粒 原子序比较大颗粒 者晶体跟细晶体 它原子间距离不同 者因为比较大颗 所以原子跟原子之间 原子中到原子中间的距离 是比较远的 细是比较近的 所以 细者合金 它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就介于细跟折之间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纯折 它就很按很好的间接在一起 因为原子间距不同 它在接的时候 就可能会产生断间 因为有了间距大颗的间距小 间距小的 发现它这一颗在这里 这一颗在这里 可是我这两颗在这里 我就会有颗间接不到 我这颗跟它间接的时候 我真的跟它间接不到 我只要在下一颗再跟它间接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断间 所以为了避免 金额长出差异扩大 一般允许最多5%的差异量 就金额长出向上5% 你还是可以严重的跟它间接 只是你的间接会有关要 但是还是可以产生间接 这种间接就是要 我们前面讲的 这种十圈棒 有阴力的间接 有阴力的间接 而 这种十圈棒 就很常使用在这里 比如说这下面是细圆子 细圆子是橘色的 圆子之间间距离很小 然后呢 蓝色是褶圆子 Germanian 圆子很间距比较快 如果你就这样 褶跟细直接接在一起 就会产生很多的断间 所以存褶跟存细 很难开着直接接在一起 中间一下有缓重层是什么 先细 然后细者 这个细者是细比较多 褶比较少 变成什么呢 我勉强可以接在一起 但是这个接在一起的间接 已经歪掉了 已经歪掉了 但还是可以渐进 至少没有断间产生 然后呢 我的褶的浓度再多一点 细的浓度再少一点 慢慢就排 慢慢排到褶子 所以它是从细 变成细者 再变成成细者 它会需要一层一层的见练 要让这个 金额场所的落差 让它变化不要那么大 让它慢慢慢慢的被拉成 对 就像松紧带一样 慢慢的拉开 慢慢拉开 慢慢拉开 那这样它就可以做到 是什么呢 在上面呢 在美金系 就会变成拉伸的系 这个就叫做 硬变性 是Transitic 因为这个系 跟原始的系 已经不一样了 它是 原子间距比较大的系 而原本的丹丁丝与 是原子间距比较小的系 而这里变成原子间距比较大的系 而原子间距比较大的系 系原子的间距比较大 对于电子的等效质量不比较大 代表电子容易加速 电流会比较大 但对电动不好 对电动而已 它希望 相反 它希望是压缩的应变性 对于电子而言 它希望是拉伸的应变性 对PMOS 对电动而言 它希望是压缩的 所以呢 其实你刚刚看到的系折 这个 为什么 这里会想到系折呢 因为它最后做什么MOS配 长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 32nm以后的PMOS配 你可以看到 中间是sic 两边是sic 我前面讲过 sic跟9面的原子颗粒比较大的 所以它傾向你塞进去之后 它想要向外膨胀 因为它比较大力 9面脸比较大力 所以9面脸放进去后 塞进去 它其实是被压缩的 因为它其实是比较宽的 你硬把它压缩在这个手里面之后 它就想要向外面 实力 向外面实力 9面脸想要向外面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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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GAT一下通道的系原子 就会等于 这里向它实力 这里向它实力 它就会被压缩 所以中间的通道的 斯林肯的 斯林肯之间的间距 被压缩了 就是这里面的硬电性 它被压缩之后呢 因为间距变效果 它有助于提高电动的膨变 也就是它可以降低电动的能效质量 在同样的电厂 同样的作用力之下 电动可以跑得更快 电流可以更大 这是硬电性的技术 好 我只告诉各位 还有雷金层在MOSFET当中 最常用到的就是 用来改变 电子通道里面的 原子质量的态量 可以使用 Soat-Drain 改变比较大颗的 斯林肯之间 也可以使用 我整个系通道 改用硬电器 但是这部分 比较少了 没有在量产 比较没有在做 没有在量产 比较没有在做 也有在用 但是现在比较没有在做 这个 这个比较少了 比较多人 比较多人 你要说 已经在量产上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量产的基源 量产的赤层基础 就是使用的这一种 它用来是累金的成长 所以累金系 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刚才讲到 它只是 当作微分是大 当作要制造电晶体的 企业而已 它现在告诉你 累金的技术 不只是用在精英制造的企业 它用在很多办法 制造到一半的时候 它会感用 想要产生不同金额 不同硬变的 原子 原子之间的建具 它想要产生 持权 来增加能源 然后产生拉升务力 或者是改善电流 改善驱动电流的 大小的速度 之类的 所以对于NMOSPAY而言 它希望有的是伸张力力 通道的原子间距离是大 而对于NMOSPAY而言 它希望是压缩力力 它希望 原子间距离比较短的 它可以增生电动的能源 所以 电子跟电动 它们所需要的硬力 是不同方向的 是不同方向的 所以在制作 CMOS技术的时候 NMOSPAY在制造的时候 你如果只有DiveStrain 那就会对N好对P就不好 对P好对N 就会不好 所以你要选择性的使用 会选择性的使用 所以像这种 选择性的A 在雷晋 C跟9变点的时候 它只会用在 BDMOSPAY上面 NMOSPAY NMOSPAY 不会使用这个技术 NMOSPAY 意外使用 拉伸的音变层 来把这个原子间距离 拉开 对DMOSPAY 它需要 CMOSPAY 去挤压 把自己的金额 压住 原子间距禁压住 对NMOSPAY 它希望 原子间距禁 越大越好 所以它增加一层 NITRINE SXN 氮化性 然后这氮化性 热胀忍缩之后 它会缩起来 热胀忍缩 一缩起来 它就把这里的线 转外拉 因为它自己这样贴起来 这样子 所以 硬电的基础 后面会讲到 这讲到什么呢 伯伯在沉寂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 阳式系数 或者说 热膨胀忍力系数 伯伯在沉寂的时候 都是在高温的时候 沉寂 沉寂完的时候 是不是要降到室温拿出来 所以在高温降到室温的时候 就会有热胀冷缩 如果今天你沉寂 伯伯的膨胀系数 膨胀系数 比SEEK的膨胀系数 来得大的话 那我一回到室温 我说的程度 说你SEEK说的程度 我们要更多 所以 热层的膨胀就是这样 热层的黑色的膨胀 在高温的时候 沉寂跟SEEK 沉寂上都没有硬力 两个主机刚刚好 可是一降到室温的时候 两个人想要热胀冷缩起来 可是一个说的比较多 一个说的比较少 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热层的说的比较多 他说的比较少 代表他降到室温的时候 还想要说 而他说的没那么想 他也就不让他说那么想 但他自己很想说 他想说就会让牵着旁边的SEEK 被他往旁边拉扯 一拉扯 中间的SEEK的间距 就会变快 那他就会有拉伸能力 而这个就刚好想到 他会膨胀想要起飞 就会变成有加均 那一直走到更先进的这种技术呢 有些公司看你使用 C跟Color C跟NMOS 对NMOS而言 因为NMOS有JOMANIA 也要压多 而NMOS呢 前面是用NITRIN比 可是这个NITRIN比 当尺寸越来越小的时候呢 因为呢 因为圆界尺寸太小 这层浮沫也太多了 那阴力又太小了 不像这个 这个是直接挖空这两块 前面听说 这阴力可以很大 可是使用刚刚那黑色浮沫的话 那浮沫很薄的时候 它阴力就很小了 所以有个公司就提出说 我干脆也找一个像SEEK的JOMAN SEEK的JOMAN SEEK的JOMAN也是比较拉扯 那我可以找一个比较小的 那它站上去的时候 它就可以缩得比较紧 它可以往外拉扯 结果有人想到使用SEEK的KAB 碳化系 SEEK的KAB 原子序 你看说原子碳很小 SEEK就是比较小的 所以放进来之后 它会想要往内丢起来 往内丢起来 就把这中间的原子的金具拉扯 拉扯 就做到 所以又有人开发出 累进SEEK跟KAB的同基础 此次目前大会有半导置的基础 使用了SEEK也没黏 但不见得会使用SEEK跟KAB 这个还没有被普遍使用 但是有人提出这个基础去拉 好 所以以上就是这个当节来 教导各位 半导体制造技术当中 半导体原件 首先它的原材料是一个web 是怎么产生的 而 在实际先进办法 你这个技术的时候 又不是一个web 切完就拿来用 并不是 而是还会有多白的雷晶层 确保原材制造的原材料表面 是完美海水的鞋子 而这个雷晶层的技术呢 又还可以应用在什么呢 应用在soul strength的雷晶上面 或者是整片SEEK 直接雷晶层的原子序比较大的 我想说原子序比较大的材料 但是前面有讲过 原子序比较大的适合N倍 不适合E倍 所以你如果想要使用硬电系 那通常因为局部的 使用在NMOSPET的地方 会使用硬电系的技术 而PMOSPET 不会使用硬电系的技术 因为我之前讲过 PMOSPET需要是伸缩 压缩阻力 它需要直接去变成 所以像这种 像这种硬电系的技术 最后拉的比较宽的 它使用有NMOSPET 所以PMOSPET 它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如果你硬要这样做 你就知道什么呀 选择性雷晶 你在PMOSPET的地方 成长一层氧化物 盖住它 在NMOSPET的地方 去雷晶这样的硬电系 然后再把这边的SIO 拨掉后 PMOSPET没有硬电系 而NMOSPET也没有硬电系 可以 但是要注意到 你做任何一种差异化 或客制化 做一个技术进去 都需要制造成本 都需要制造成本 所以呢 越先进的制成技术 成本越贵 所以 并不是每一家SI 设置公司 都玩得起先进半导体制成技术 所以像这种 16nm 10nm 7nm制成技术 只有 有钱 而且它的产品 高单价 而且它的效能 需要用到 这么强大 这么小的原件的 产品 才会用到先进制成技术 换言之 大部分的电子产品 电子晶片 超过八成以上 不需要用到 这么前端的制成技术 只是 只是 越前端的制成技术 它的获利比较高 越 越旧的制成技术 它的毛利就比较低了 因为大家都会做嘛 人们都会做 那你就没办法抬出太贵的价钱 所以呢 像 现在的台机店 它的自成技 它的 先进制的技术 7nm制的技术 它的毛利就比较高 它的毛利可能很高 它的卖价可能是成本的两三倍 两倍三倍不上 可是当你第二家做出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知道降价 因为它就不是唯一了嘛 就会有价格竞争 而如果今天你做的是一个大家都会做的 连中国大量都会做的 制成技术 你就没办法 你叫贵啦 你就知道便宜了 便宜卖 但不可能便宜卖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 半导体这个行业 门槛很高 因为它需要的资金太大 而且先进制成技术的开发 要花太多钱 但是一定要做到先进制的技术 才能够赚半钱吗 其实不用 不用 我最想去你的特点像什么呢 就好像麦当堡跟丹丹汉堡的差别 麦当堡都要定很多 市占率第一名 丹丹汉堡是在我们台湾有 但是你过去买丹丹汉堡 整个延城区就一间 麦当堡的更多 或者说整个高额市麦当堡有多间 丹丹汉堡才几间 但是丹丹汉堡 销售量销售而言 一个是一百间的公司 一个一百间分店 一个只有十间分店 而这个十间分店 我就已经卖不完 就是我已经卖 就是卖到你不够卖了 那我需要去跟麦当堡抢 就大市场吗 不一定 对不对 这就是给各位概念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你如果因为追求最前端技术 可是万一你没有抢到第一呢 现在这个开发技术是 你只好没有抢到第一 你连第二都可以跟他 因为第一会吃掉 大部分所有的田都吃掉 你第二做到了 可是你的成本已经拿过来 因为价钱就已经加下来到 你拿过的田也八成分 可是如果你做 你原本就已经在做 你就不需要开发什么的东西了 然后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比你成本高的 价钱卖掉 你一定是赚的 那你就自闻赚一杯 你只是赚的少一点而已 你只要自己维持满赞 人产能维持满赞 你就闻赚了 所以这就会有跟我们策略的手法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走到7难 走到14难 走到14难 走到10难的技术的时候呢 Gerold Boundary 然后呢 联电 中清办法 全部都说 我不再往下做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新闻 走到先进制的技术呢 今天有很多家公司举摆起来说 我不再跟你听回缩了 我整个不再跟你听回小话 所以现在还在走回缩 还在走回小话 只剩下Intel Samsung Gerold Boundary 其他的全部都没有说要再往下去清整 都没有 讲给各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好 所以我们这一半讲到 晶圆制造 我们下一半开始要进入到 各位已经买到做好的晶圆了 下一个开始要做 加热制造 开始要做热氧化的装饭 好 我们这一半讲到这边 我们下一半开始进入下一个当节 我希望一个一半就在上节的输入 这样就有机会上次这一本出 好 好 点到旁边 好